包括6名早前被警方拘捕的示威者大约20人 下午前往行政长官的办公室外示威 他们高叫口号要求当局撤回对多名民主派议员的司法复合程序 香港警方在前一天高调拘捕多名在去年参加反释法游行后到中联办外示威的人 被捕人士之一的香港中职成员林朗燕认为 政府提出复合4名议员资格案件业内就要开庭 但在这个时刻警方采取大规模拘捕行动 显然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早前到台湾出席研讨会 返港时在香港机场被亲中团体成员袭击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质疑 警方在昨日拘捕袭击罗冠聪的暴徒时 同时拘捕多名民主派人士 是作为政治对冲 昨天这个拘捕传了一个很明显的政治考虑 就是要去尝试进行一个政治对冲 我们非常之有理由相信 警方是选择在昨天同一日的时间 他们在退守办的围栏上挂上写有车灰复合的横幅 又表示接下来会用更多行动 告诉政府他们不会退缩 自由亚洲电台特意击准网 随香港报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